立法院上周五排定审查劳基法修正案,引爆立法院外冲突。 而星期二,修正案将会再度闯关。 劳工团体表示,将会继续到立法院外抗议。 在野党团都呼吁民进党,让各界有更多讨论的机会。 而民进党则是表示,一切依照院会的议程来进行。 老团不满意的声音还是很高,那有关特休假的部分, 我们看到这个工商团体,好像对于民进党临时推出来的版本, 也还是是不满意哦,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修法, 其实不用过于仓促,其实应该要等社会更有共识的时候, 民进党再来拍板定案会比较好。 这个立法还是113个立委共同决定的,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开放的态度,不要一直说一定要怎样来做它, 不要沦为意气之争,我们更担心不要变成报复性的立法, 好像因为礼拜五的冲突,所以我礼拜二就一定要怎样的做法。 公益团体的绝食活动也还在立法院前进行, 立法院四周的警力还是在戒备当中, 公益团体表明,星期二还是会前往立法院抗争。 面对在野党和公益团体喊话, 民进党团表示一切依照院会程序进行。 据了解,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也在接受平民媒体采访时表示, 星期一会在和国民党团进行沟通。 记者张雄,陈信龙台北报道。